第2414集 徐圣龙表情古怪 哪儿?这附近还有什么地方? 你不会说是那没落的六道宗吧? 叶辰一正,露出一道笑容 正是六道宗 徐圣龙瞬间表情凝固 难不成叶大哥还认为六道宗是昔日的辉煌吗? 他刚想劝说,却看到叶辰坚定的眼神 他把话咽了回去 大哥,六道宗我就不去了 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办 我这几天帮你处理一下 叶辰也不强求 他深思了几秒 便将下入雪的照片交给了徐圣龙 你对月魂玉了解 帮我查查月魂玉有没有这个女孩的下落 徐圣龙看着的照片 眸子瞪大 这难道才是真正的大嫂? 大哥也太强了吧 两道光滑自这山上腾起 朝着两个方向而去 星月宫之中 南凤音坐在主座之上满面笑意 手指轻轻敲击着座椅把手 他的一只手举着一本红色的名册 上面是一些与星月宫的关系网 能够联络到的一些强大势力的名单 这时 袁平走了进来 对着南凤音行了一礼 南凤音一边看着手中的名册 一边问道 天长老 本宫让你查的事 查清楚了吗? 袁平微笑道 公主 说出来你可能会感到惊讶的 嗯? 南凤音微微皱眉 将手中的名册一收 看向袁平道 什么意思? 那叶晨去了哪里 为什么会让我感到惊讶? 自从叶晨走后 他的心中便隐隐有些不安 甚至动了派人暗杀叶晨的念头 毕竟叶晨这个男人太不平凡 南凤音觉得 既然已经与叶晨交恶 那最好要斩草出根 否则 他将来很可能成为一个极大的隐患 况且 以叶晨的武道资质 被杨真玉那个势力看上 已非冲天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样的话 即便他能与杨真玉势力结亲 恐怕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了叶晨的 可是叶晨实在是太诡异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想和叶晨结下死仇 所以他派出了袁平 去追查叶晨的行踪 只有掌握叶晨的动向 他才能安心一些 袁平的笑容更加灿烂了一分道 公主 不必担心 据我所查 这小子看起来一副淡漠的模样 实际上 恐怕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 竟是去了六道宗 看来 公主是高估他了 南凤音文言不由地反问了一句 六道宗 一个没落的地方 此事你可确定 袁平笑道 他是经过我们附近的 还有什么不确定 若是公主需要 我可以将叶晨去六道宗的影像 储存在留影经内 拿来给公主过目啊 南凤音微微一愣 叶晨竟然去了六道宗 不会以为六道宗能帮他吧 六道宗虽然曾经强势 甚至是狱外第一宗门 天人狱的霸主 但是现在的威势 连他星月宫都不如啊 这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 本来在他看来 叶晨也是个枭雄人物 绝不会这么愚蠢 可现在看来 这叶晨到底是个农包啊 南凤音冷笑道 可怜云烟那丫头 对这小子 好像还有些期待的 谁知道 他都已经怕的 都去找一头死马了 随即 他最后一丝担忧 也彻底放下了 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 既然叶晨去了六道宗 不管六道宗接不接受 那么接触到 杨真玉势力的机会 便无限接近于零了 也就是说 叶晨翻盘的机会 彻底消失 此人对自己 构不成任何威胁 他重新打开了 那本名册 身子往椅背上一倒 无比悠闲地 浏览着名册上的信息 告别了徐胜龙 叶晨很快就抵达了 六道宗的宗门之地 六道宗曾经是 域外的顶级势力 宗门更是在 天人域的核心位置 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 六道宗衰败 如今已经降级 到了月魂域 可不论如何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六道宗毕竟曾经 毅力巅峰 因此哪怕衰败了 底蕴也还算深厚 在月魂域的名声不小 宗门所在 也是不错的位置 只是名声太难听了 在月魂域随便找个人 询问一番 也都知道六道宗的所在 叶晨便轻松来到了 六道宗的山门之下 此刻叶晨看到六道宗 山门下方竟然是一尊石像 而这石像 却是让叶晨感慨万分 眼前这尊石像 正是六道宗的祖师爷 叶晨前世轮回之主的弟子 六道天尊 萧水寒 眼前这石像的人 和叶晨记忆里的 有了一些差别 毕竟当初叶晨的记忆中 萧水寒还只是一个顽劣的弟子 只是叶晨陨落之后 萧水寒却创立了 六道宗这样的顶级势力 更是敢于挑战玄机月 将玄机月打成重伤的强悍存在 眼前这石像 便是萧水寒巅峰时刻的样子 哪怕只是石像 却依旧给人一种 僻逆天下 纵横与内的强横之感 看着眼前的石像 叶晨目光渐渐地深沉起来 随即开口说道 萧世尊回来了 前世 世尊误会了你 也未能让你完成你的愿望 但这一世 世尊发誓 一定会为你重振六道宗 让六道宗成为域外第一宗门 凌驾诸天之上 萧 如今你生死未知 但世尊保证 不论你是生是死 为时都要找到你的下落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叶晨此话一出 石像竟然在此刻 传出一道道奇异的震荡 石像震荡之际 无匹的威严流转而出 扩散向天穷之上 与此同时 石像竟然化作一道气息浩瀚如海 气势深沉如渊 深周无尽伪力环绕 强悍到了极点的虚影 目光充满崇敬与怀念地看着叶晨 伴跪在地行弟子之礼 笑 叶晨看到这一幕 眼眶都不由发热了 这正是笑水寒的虚影 叶晨忍不住上前 想要搀扶起对方 只是此刻 石像的异动 已然引起了六道宗内部的关注 有人试图查探这里发生的一切 萧水寒虚影充满留恋地 看了叶晨一眼 接着手掌一挥 一枚令牌飘向叶晨 与此同时 虚影化作无尽迷雾 将整个苍穹都遮蔽 让人根本无法查探到发生了什么 看着萧水寒虚影消散 叶晨将情绪收敛 随后看向落到自己手中的令牌 眼前的令牌雕刻着六道二字 充斥着神秘而浩瀚的神威 单是令牌散发而出的气息 就足够震慑人心 令牌的材质也很特殊 是叶晨从未见过的 坚不可摧 甚至留意着灰红的元气 步凡到了极点 这是 叶晨目光深邃地 看着这枚令牌 下一刻 一段段信息顺着令牌涌入他的脑海 六道令 叶晨查看脑海中的信息 已然了解到这枚令牌是什么 这竟然是萧水寒亲手炼制 代表着六道宗无上权威 持得此令便代表着六道天尊 亲临的六道令 只是这块令牌的消息 虽然大家都清楚 却没有人见过 因为六道天尊 萧水寒炼制出这块令牌之后 并没有交给任何人 所以六道令也被当作了传说 此刻萧水寒虚影化作的迷雾消散 世间恢复清明 而六道宗也有人走了出来 石像此刻已经化作虚影 消失不见了 石像所在的位置反而变成了夜尘 这让从六道宗走出的守门弟子 面露愤怒之色 你是什么人 敢到我六道宗闹事 说 你把祖师爷的石像弄到哪儿去了 连我六道宗祖师爷的石像都敢动 你是在找死吗 两名守门弟子震怒不已 六道宗不负昔日的荣光 但祖师爷却是六道宗最崇敬的存在 如今祖师爷的石像消失 夜尘又是唯一出现在这里的人 不禁让人怀疑 是不是夜尘动了手脚 我也是刚刚到来 并没有见到什么石像 夜尘摇头说道 他不可能透露自己与萧水寒的关系 而六道令的存在 他也不准备拿出来 不过今日 他是一定要去见见那个最顽劣的弟子 创下的六道宗 到底如何 若按照辈分 他可是六道宗的祖师爷之尊 眼前的两名守门弟子实力还算不错 眉眼之间带着一点高傲的气势 而此刻 他们听到夜尘的话 却也收敛了怒意 因为夜尘不过是一尊 天神静五层天的舞者而已 而六道宗祖师爷的石像 连补天境巅峰强者都无法撼动 他们之所以刚刚质问夜尘 也不过是关心则乱 此刻反应过来 看着夜尘的目光 便化作了蔑视 祖师爷石像一动消失 恐怕我六道宗要有大变数 我要将此事告知宗门 长发的守门弟子开口说道 好 另一名短发的守门弟子答应一声 却是看向夜尘 语气不善地开口问道 既然如此 你又是来做什么的 一个天神静五层天的小子 也敢来我六道宗 听到这话 夜尘眉头微挑 倒是也没有动怒 六道宗毕竟当初也是 顶级势力之一 哪怕如今衰败了 这些宗门弟子 也难免心存傲气 这是人之常情 我此行前来 是想要加入六道宗 还望两位通报一声 夜尘客气地说道 文言 短发守门弟子 却是露出古怪之色 你 一个天神静五层天的小子 也想加入我六道宗 你在白日做梦吗 而另一边 长发守门弟子 前去通报六道宗 高层祖师爷 十项一动一事 只是还没走两步 却见宗内 几乎所有高层 都已经走了出来 宗主 祖师爷的十项突然 如今的小子